嗨 歡迎來到巨匠大對決 那這次呢有一位黃金單身漢青 我們幫他找車 他的預算有140萬 然後他希望可以找性能好一點的轎跑車 因為他不想要再買回去再另外做改裝了 然後他的顏色是不居的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可以大家推薦他到底適合什麼樣的車子呢 那我們就請巨匠隊跟匠匠隊待會來幫他做介紹 不要忘了訂閱支持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那今天跟你們推薦的是 2016年的美歸外匯車 B&W 428i 那這台車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在馬力上面來到245匹 然後後驅車巴速 有雙前電動椅 它的一個後箱使用整個掀蓋式的 所以它也有別於三系列或是五系列 那種五門轎車的感覺 轎跑型的外型跟它一個開起來的質感 有一種家庭式兼具得到 然後你自己本身要熱血超跑的話 它也會給你要的馬力 或者是說之後你要再人生到下一個階段 它一樣後座空間都是蠻漂亮的 今天我要介紹這台的是2019年的WRX手拍板 比較特別的是這台車是我親自去跟車主收回來的 比起帳面上的數據配備 這些大家都很了解 比較想要跟大家多介紹的是 這台車 我當時開回來上面的一些駕駛的感受 當坐上車的時候 因為它是手排的版本 所以它的最左方它會多一個離合計踏板 其實踩下去的時候會發現 它的離合器精神比較長會偏的比較Q彈 那其實排檔上在操作 剛開始它會比較機械的感覺 就是沒有那麼滑順 但是其實它是那種機械感的路檔 離合器的踩踏 一上路配上座椅的包覆 它原廠沒有改裝就很有競技感 加上Subaru特有的水平對貨引擎 有比較低重心的優勢 加上配上四輪驅動 在過彎的時候 它是個輪胎牢牢的緊抓著地面 不論是跑山路或者說你是要下閘道 那種感受是我在應該說在日系車款裡面 我開過那麼多台車是唯一 這台車是會讓我覺得 在新車大概130多萬的價格 居然可以買到水平對貨的渦輪引擎 260幾匹的馬力 而且這是市售你近期 你還可以找到比較新的手排的車款 所以說對這台車我會認為說 在空間上或者說是在駕駛上 你要去跑山路 平時可能要帶小朋友 帶小朋友或者是去購物 它是一個動靜皆以不錯的選擇 而且手排車開起來 真的會回歸最初的駕駛樂趣 所以我今天會向你推薦這一台 WRX的手排版 我記得他剛回來的時候 不是跟我說這句話的 他剛回來的時候 他站起來跟我說 我屁股好痛喔 他開了三個多小時 他開了15分鐘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只能後悔開這台車 雖然說他操控性很漂亮 但是他在坐的上面 其實坐久了真的會很不舒服 雖然說手排車的部分他在一個族群裡面有限 像如果說以女生來講的話 一般的女生其實是不太會開手排車的 那我們車子的部分本來就講求是一般的實用性 雖然說這台車子它是叫跑式的東西 它會給你飲料的外觀 但是它一般還是使用自動排檔 你看像今天是特別的節制 是前人節 如果說你開了我這台車子的話 你可以邊開車 然後你的右手可以牽著你的女朋友 但是你開這台車 你的手只能牽著排檔頭 加上我這個座椅這麼的舒適 雙前電動椅 還有一個天窗 帶著女朋友去看夜景 然後把一起用電動椅搖下來 看著車窗彈琴說愛 女朋友就到手了 這台車還在這邊那麼忙 還有鼻孔 你誰看到這個鼻孔打槍了 還有這個阿凡打的顏色 這完全出去不能把妹了啦 真的好好想想看 這條路要走嗎 沒有我跟你說 你牽著女朋友的手 縱使她之後變成女朋友 女朋友也有可能會分手 可是我牽著我的排檔頭 我的小老婆她一直都在 不管我換了幾個女朋友 她一直都在 她在我生命中的價值 已經遠遠大過於 副駕那個 副駕的重量了 你換錯的話排檔頭要把它割下來 很厲害你要一直搭車 姐姐 對我們來講 她就像家人一樣 她是一直陪伴我們的 我不知道你什麼心態 你只把車當工具而已 你都沒有感情嘛 對不對 然後你怎麼會覺得我會一直換車 她從一出場 從她行道上簽我的名字開始 她就是我的家人了 你會割捨你的家人嗎 好不然訂單當菜洗一洗啊 好我們這台車就是 不瘦了 因為她要自己買下來 我現在就繼續幫你們推薦這台車子 這台車子不管男女生再開來講的話 女生開 無窗框下車的時候 窗戶沒有壓下來的感覺真的是質感差超多的 Line W 我不用多說太多啦 從一系列 二系列 三系列 四系列 五系列 你去看他的內裝 萬年不變一模一樣 花那麼多錢 都是一模一樣的等級 而且 他沒什麼特點啊 無窗框 是有也有啊 又更帥 不是啊 你要如果說講萬年不變的話 SUBARU才是萬年不變 他全部的操作模式都一樣 所以不要跟我打這個 好不好 我這個音響的部分也是Hermann Garden的音響 裡面的質感很好 然後還有導航的一些介面操作系統 他就是用旋轉式的方式去操控這個東西 他裡面的質感 德系車 他不管是操控性還是裡面的質感來講 遠遠都高過於日系進口車 何況是一個非常麻煩還需要手一直很忙碌的 手排車 所以一般我們要買 當然要買務實經濟實惠的東西啊 對不對 你說你也有HK的音響 但WRX上我不需要這種音響 根本就不需要什麼音響 我也不用聽音響 只要上車 按下啟動鈕 水平對用引擎 發出的聲浪 還有我換檔的時候 在1檔2檔3檔4檔4檔到5檔5檔到6檔交錯間 那種換檔的敲擊聲 這就是我的音響 我的二重奏 我不需要HK NK HK我都不需要 要不是當初車主只有一台賣我 我跟你講 10台20台30台有幾台我都買 這種這麼純粹的駕馭樂趣 這個體驗裡面那麼大的馬力 我覺得人車一體的感覺 只有它了 好啦 不說了啦 我去SERVEN買10品純粹給你喝啦